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lt节目 接着再给大家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金伯格去世之后美国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风波啊 首先呢,看这个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就是共和党的Mitch McConnell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提名并且由这个参议院来投票通过的只需要简单多数 也就是说50票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面临选举只有45天的时间,在这种非常短暂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就是特朗普和这个Mitch McConnell就是强行推出来一个这个大法官 然后提名并且通过呢,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最高就是多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 他在这个特朗普还不知道金伯格去世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了这个推特并且发了一个这个正式的声明 而且这个正式声明里面前一部分呢,是把这个金伯格好好的狂赞了一番 然后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写今年为什么呢,跟2016年不一样 2016年时候,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去世了 但是呢,参议院这个Mitch McConnell就是一直不让这个讨论这个奥巴马总统提名的这个新的大法官的这个提案 不让投票,一直是熬到了这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而这一次呢,同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一次金伯格去世的时候呢,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45天比2016年时间要短很多 那么为什么这个Mitch McConnell这一次表态要强行进行投票呢 在参议院,你看他说啊,这个上一次2016年跟这一次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2016年当这个大法官Scalia去世的时候呢 美国他选了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院占多数 也就是说,那时候尽管总统是民主党 但是这个参议院呢,是共和党,也就是说分开了 这个呢,他也是叫做这个奥巴马最后那一年 叫做Lame Duck President 他就是颇脚丫总统第二任 在颇脚丫总统第二任最后这些天呢 美国人民选了这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来平衡这个美国的这个权力 而且呢,也是来这个监督美国总统 说我们呢,保持了我们的这个承诺 从1880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参议院呢 曾经就是通过过一个反对党总统的这个最高法人提名 在总统选举这一年,也就是说,如果今年是这个总统选举年 如果你的这个总统是某个党的 而现在控制参议院的呢,是另外一个党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相反的党派 那么你总统提名的这个最高法人的候选人呢 我们这个参议院呢,不会让你通过的 但是呢,by contrast就是今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美国在2016年时候,选举了我们共和党的多数席位 这个确实是对的,2016年总统,众议院,参议院全都是共和党把持 而且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尽管是输掉了这个众议院 但是呢,参议院和总统还是共和党把持的 所以呢,说我们这个承诺跟特朗普总统一起工作 并且呢,支持他的这个议事表 特别的呢,他是他非常 结出的这个对于法院法官的这个任命 再一次呢,我们保持了我们承诺 然后他最后一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基本上表态了 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提名人呢 会在美国参议院得到一个投票 也就是说呢,这个Mitch McConnell作为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已经正式承诺,不管特朗普提名谁 我呢,一定要强行在参议院投票 能不能投过呢?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CN呢,也是对这件事情是做了一个分析 而且呢,是有一个说什么呢?说至少四个共和党参议院说过他们反对呢 在大选之前进行一个新的这个大法官的任命的投票 但是这个我觉得多多少少呢,有一点这个CN的一厢情愿 因为尽管呢,有人表态了,刚刚表态 包括来自缅因州的,今年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连任刑事选举的这个Susan Collins 这个共和党女参议员 她刚刚给纽约时报说说,我觉得时间太紧了 我确实认为时间太紧了 还有呢,这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女参议员Lisa McCallsky 这个月的时候也说,说Fair is fair 就是说,这个公平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呢,不会在大选之前来投票 来这个代替RBJ,就是金伯格今天去世的 但是另外两个人呢,一个是这个Lindsey Graham 还有一个是这个Chuck Grassley 这两个人呢,都是典型的这个保守派 都是特朗普的这个坚定支持者 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说过 而且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说过 但是说过之后会不会一定承诺呢?这个不一定 毕竟呢,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个金伯格会在美国总统 选举之前45天的时候突然去世 所以这两个人呢,你不能完全这个相信 所以呢,现在这个有两票 Susan Collins和Lisa McCallsky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这个女参议员呢 他们呢,他们呢,一直都是这个参议院内共和党的这个摇摆票 就是说他们好几次呢,都是站在了这个共和党对立面 就是并没有跟这个党派投一起 比如说是这个,在这个Cavanaugh大法官2018年时候 Lisa McCallsky是投了反对票 Susan Collins到那个时候呢,是发表了非常长而且严谨的演说 到最后呢,给出答案就是说 Mr. President, I would confirm the confirmation of Judge Kavanaugh 到最后呢,他是同意,就是投了赞成票 而且呢,在这个2017年特朗普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时候呢 这两个女性呢,全都是投了反对票 再加上这个麦凯恩 等于是他们三个人呢,把这个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保的企图给废掉了 所以这两个人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第三个人反对的会是谁呢 不一定是这两个人说的 因为这两个人是之前说的 很有可能是米特·罗姆尼 因为罗姆尼是2012年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这个赢得提名的 而且他呢,也是跟这个麦凯恩一样 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不好 而且这个罗姆尼呢,在今年这个年初 在参议院就这个特朗普弹劾投票的时候呢 破天荒地投了支持票 就是两项弹劾动议支持一项 而且这也使得罗姆尼成为了美国历史上200多年以来 第一位就是在总统弹劾参议院投票的时候呢 就是支持弹劾本党总统的人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 所以罗姆尼呢,他现在没有选举压力 他一直到2024年才会进行第二次就是连任参议院的选举 而那个时候呢,特朗普即使连任 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就结束了 所以是更加有输控 所以罗姆尼呢,很可能会是第三个 就是反对这个 马上就是在总统选举之前 任命这个大法官 并且进行投票的人 那这三十个人会使得呢 这个参议院共和党的这个票数从53票变成50票 也就是说打平了 但是50票的时候呢 当参议院出现这个平局的时候呢 都会由副总统来投出至关重要的票 而麦克彭斯肯定会支持特朗普 所以呢,那时候也会成定局 所以呢,就是现在呢,还需要再找出一两个真正是反对 就是这么仓促地进行大法官任命投票的共和党人 让他们反水才行 但是现在有谁会反水呢 这个呢,就以下地涉及到今年的这个选举的形式了 因为今年的选举的形式呢 这个共和党有几个这个参议员呢 他们还是这个比较危险的 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参议员才有可能 就是为了赢得这个参议院的选举 才会反对这个新的大法官的这个投票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 今年这个参议院选举的这个投票 有几个人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538 这个政治预测网站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现在觉得呢 这个今天刚刚发的这个文章呢 为什么觉得民主党有可能呢 就是占有一点点优势 把这个参议院给夺回来 就刚发完这个金箔格的趋势 就一下子大家的关注点又到参议院 大家可以看呢 在这个里面呢 就写了几个人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危险的 今年想要连任的共和党参议院 其中呢 有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Massarley这个女的呢 2018年就输给了民主党人 结果呢 是这个被特朗普任命 就是接任了之前的一个 共和党的一个退休的人 现在呢也是一个要马上进行选举 他很可能被选下去 大家看呢 这个概率都是非常高 是蓝色的 所以呢 他为了取决选民 有可能呢 会这个反水 也有可能 破罐子破摔 就干脆 我就 我就要投票 我也不当这个参议院了 过把眼就死 还有呢 扩罗拉多的这个Gartner 他呢也是非常危险 因为他现在要对阵 之前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而且民主党这个 扩罗拉多州的州长 海肯卢普 他呢 也有可能 会是这个反对 还有这个Susan Collins 这个当了二十多年的 这个刚才说的老太太 也会因为这次选举呢 非常危险而反对 还有这个北卡罗拉州的 这个Tilles 他呢也会是 因为这个选举非常大挑战 有可能会反对 而这几个人反对原因呢 不是因为真心想反对 而是因为呢 这一次呢 就是怕是过于就是 就是Rush这个过程 非常不寻常的 在这个选举前45天 就是加速来 把特朗普选这个人呢 通过 有可能呢 会把这个中间选民呢 给激怒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 就是到底会有多少个 共和党的参议员反水 才能阻止呢 就是特朗普的 新的大法官的任命 好的 这个是为大家讲的 另外一个的消息 我会接着给大家 做一个滚动的分析 欢迎您关注 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电视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